今年的微博之夜,似乎没有往年热闹,但那场诸多小细节,放大看后,简直堪称明场面。 而且很多热门CP,应有尽有,放心大胆磕起来,才能营养均衡。 一向涉恐的顶流肖战,这次的微博之夜,可真是忙坏了。 一会跟前辈黄博热情打招呼,一会又和上次年度电视剧盛典相识的黄小明礼貌寒暄, 甚至还不忘互比一下腰围,一会又转头,跟后座的95花鼎刘白露,赵露丝热聊。 他们三位似乎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样子,毕竟能让高冷的肖战,聊着聊着,还手舞足蹈的女星,可不多见。 当晚最最爆笑的画面,由雷佳英,玛丽,肖战共同演绎。 三个人一起拿奖,肯定有人得站中间,肖战身为晚辈,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盘算, 他率先上台后,就站得离话筒远远的,想着等会雷佳英和玛丽应该会直接站在话筒前,这样C位就不会是他了。 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,玛丽和雷佳英其实心里也有自己的小计划。 上台后,他们先是虚晃一招,两个人互相搀扶着,跺着小碎步前进,让人以为他们俩战斗力很弱。 结果等快靠近肖战时,玛丽突然发起攻击,一个剑步就往肖战的另一边冲刺,直接就把肖战给挤到了中间。 肖战被打了的措手不及,想把玛丽让回到中间,但是玛丽的灵波微步练得好,丝毫不给他机会。 肖战灵机一动,准备从另一边的雷佳英下手,结果雷佳英也会灵波微步。 三个人在舞台上一会向左移,一会向右移,好像在跳探歌,逗得主持人一个买题都笑了。 最后,肖战还是没拼过两位前辈,只能朝着两人鞠躬表示感谢,任命地站了C位,太爆笑了。 不过肖战还有后手,他在发表完获奖感言后,战术性地往旁边一站,立马把C位让回去了,把雷佳英看呆了。 网友们也给这一幕想了很多场景,说春节买不到票就这么跳回家,还让他们三跳着帮忙拿快递,还有人提议下个赛季的篮球赛就让他们去防守詹姆斯。 热门CP一顿瞎顿,首当其冲的是吴磊与王赫帝的神秘同框。 这两位暑气档的霸屏95后演员,不约而同地坐在一起,引发了无数的猜测。 社交达人王赫帝与吴磊的热聊更是成为焦点,网友戏称吴磊看着王赫帝的眼神里充满了深情,使整个微博之夜变得充满了玄机。 微博之夜的作为安排也别具匠心,主打拆CP策略。 虞书欣、谭剑刺、白露、赵露丝、王赫帝、吴磊等六位明星被安排在一起,引发了粉丝们不禁的联想和猜测。 特别是一些热门剧集的主演被巧妙地隔开,使得微博之夜的氛围更加火爆。 另一场引人注目的是《仙剑奇侠传三》主演的胡歌、杨幂、唐嫣、刘诗诗同台的盛况。 胡歌与唐嫣因为合作了繁花而坐在一起,而肖战则恰好坐在唐嫣旁边,形成一幅精彩的铜矿画面,让人感慨时光荣染。 一张照片中,肖战、王赫帝等为三位颜值爆表的帅哥铜矿,成为微博之夜上最令人陶醉的一组合影。 这个视觉盛宴让人感叹,怎么可以有如此帅气的铜矿画面? 杨子与刘诗诗同台领奖,是去年热剧《长相思》和《一念观山》的主演。 两位女神的铜矿瞬间令人陶醉其中,而杨子与刘诗诗的互动更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,展现了一场女神的魅力对决。 两位女演员铜矿的画面确实很养眼,主办方也专门给两人安排了互动节目,分别给了他们一把扇子,两人在舞台上大方摆拍,成了舞台上的一道风景。 值得注意的是,杨子和前辈刘诗诗一同领奖,而迪丽热巴则和白静廷、吴磊、景博然一起拿年度质感演员奖,两位九十花顶留意对比差距就出来了。 迪丽热巴接下来确实要努力了,拍出爆款剧才是王道。 《新晋流量》男星陈哲远、邓唯、张宁赫等同框亮相,呈现出一股新鲜的面孔风潮。 这组四位新面孔还靠死了四大才子,展现了他们多才多艺的一面。 这股新晋力量的涌现,让整个演艺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 看到这些台词,相信很多观众弄回、追剧和看电影的时光了。 看了四大才子同框的场面,相信很多人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多年前的微博之夜, 李宪、肖战、王一博、易阳千玺四大顶流、化身江南四大才子在台上互动。 这也成为很多观众心中的风神场面。 如今物事人非、肖战、王一博都参加了活动,但是同框的场面恐怕再也看不到了。 有意思的是,给他们颁奖的是演员黄晓明,五个人站在一起,黄晓明的身高明显矮大结。 看着这张合照,估计又有人要质疑黄晓明的真实身高了。 微博之夜上,不仅有明星们的个别同框,更有一些电视剧、CP大方同台,包括田庚记、曾顺熙和田希薇、脱轨灵衣和刘浩存等,呈现出一幅愉快的画面。 周也更是与多位CP同框,不仅有搭档成蕾,还有合作伙伴如王鹤蒂和谭剑刺,使整个微博之夜充满欢笑和温馨。 电视剧中的95花旦田希薇、张静怡、周也同框亮相,成为新一代演艺圈的风云人物。 尤其是周也和张静怡的同台合照,令人惊艳不已。 在笑声中,曾顺熙则以幽默的方式成为两位美女间的白忙一场笑料,为整个微博之夜增添了一抹轻松欢愉的色彩。 十团鞠躬不告诉严浩翔,人多不仅怕心不齐,也怕身不齐,十代少年团一共有七个人,想要做到整齐华衣还是很难的,比如颁奖礼上一起鞠躬。 其他六个人,在队长讲完话后都开始向观众身鞠躬了,只有站在最旁边的严浩翔还神游天外,等他朝队友的方向一看,就只能看到六个背影了,这才赶紧跟着鞠躬。 这一幕把台下的雷家音乐的不行,周也成蕾误会大了,周也和成蕾一起走红毯, 差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 两个人在拍照前不约而同地开始整理衣服,周也在拉自己的裙子,而成蕾则在调整自己的裤子。 网友看了以后爆笑,说这两个人好像刚从一个被窝里爬出来的,幸好是在红毯上,要是在其他地方被狗仔拍到这个画面,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 颁奖里还是喜欢看一些这样有趣的场面,比看大家一直端着有意思多了。 辛直磊帮秦岚领奖,此次微博之夜金城、景田、秦岚、文永山、辛直磊荣获了微博年度闪耀演员,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后,所有人都上台了,唯独少了秦岚。 原来,秦岚是因为赶飞机,所以先走了,他的奖由辛直磊帮忙领取。 这件事感人的地方在于,辛直磊不但帮秦岚领奖,还替秦岚解释,他说,刚刚秦岚赶飞机,他走的时候告诉我,叫我帮他领这个奖,众所周知,在花儿与少年中,辛直磊和秦岚极为要好,收获了很多CP粉。 原本,很多人以为那只是节目效果,却没想到,他们的友情是真的。 辛直磊不但帮秦岚领奖,还贴心地帮他解释没有亲自领奖的原因,真的是既细心又体贴。 高业发言感人肺腑,大嫂高业在过去一年,可以说收获颇丰。 他这次获得的是微博年度实力演员荣誉。 上台发言的时候,他累撒当场。 高业说,2023年对于我来说像做梦一样,是圆梦的一年,我深刻体会到了一句话热爱可抵万难,只要我们默默前行,实力会被看见的。 所以,以后我希望跟所有喜欢我和即将喜欢我的朋友们,在更多的角色里相见,讲这番话时,高业几度哽咽。 换位思考就能理解高业为何激动。 过去多年,他一直在娱乐圈默默耕耘,不管戏份多少,不管角色大小,都认真对待。 他敬业,有实力,可却一直戏比人红,直到电视剧狂飙大爆,他才走红。 都说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 娱乐圈内有许多像高业一样优秀的艺人,他们因为热爱,始终坚持,他们始终相信,是金子终将会发光。 高业的走红,无疑让那些默默无闻的优秀艺人,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动力。 谭剑次台下抱徐征,估计徐征怎么也没想到,他当初的一句认可,鼓励,让谭剑次铭记至今。 当年,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,徐征在谭剑次表演完毕后掩饰不住内容的激动,夸赞谭剑次说,太好了,我终于看到一个演戏演得这么好的小鲜肉,这个才是偶像。 你会觉得,这孩子怎么会发光啊,他怎么这么帅啊? 因为徐征的认可,谭剑次一直坚持努力,终于评列最图鉴获得认可,平常相思转型成功。 这一次,他获得的是微博年度瞩目演员荣裕,上台领奖时,他对徐征表达了感谢。 下台后,他又特意跑过去拥抱徐征,都说细节见人品,谭剑次不骄不躁,懂得感恩,配得上粉丝对他的喜爱。 吴雷陪迪迪丽热巴下台,微博之夜的活动还没结束,夸赞吴雷绅士的声音就此起彼伏。 他获得的是微博年度质感演员荣裕,和他一起获得此荣裕的明星友迪丽热巴,景博然,白静庭。 上台领奖时,迪丽热巴穿了一件超长的礼服裙,美是真美,不方便走路也是真的,再加上,地面有点滑,迪丽热巴小心翼翼,不敢迈大步。 吴雷怕迪丽热巴摔倒,下台时,本来想扶迪丽热巴一下,但迪丽热巴却把奖杯递给了他。 于是,吴雷就帮忙拿着奖杯,慢慢地陪迪丽热巴走下台,直到有工作人员跑过来扶迪丽热巴,他才放心地走开,真的是太绅士了。